来 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带公式算 他说有两个浓度一样 体系不一样的酒精 然后测的质量和体系的关系 它的浓度一样就比较它的密度是一样 密度是一样 那想请问你 你的体系要多少 那就写一个等式嘛 所以假的密度等于你的密度嘛 或者是把假的密度算出来 带一个带回去你的一边做 那什么算命就是 D等于一分之M嘛 质量除以体系嘛 所以密度会一样 所以我们就是左边叫做 假的密度质量除体系 啊左边是假的密度 右边呢就是你的密度质量除体 已经不知道X 然后呢就后面数学 不拉不拉不拉 答案就叫做B 简单带公式球带公式算 可以吗 带公式 解决 OK 好那这一样 跟刚才基本上完全相同 好那这就是铁块 所以密度是一样 那么我忘记漏抄了铁的体积 那么在理论上铁的体积应该多少 密度吧 密度一样 记得就写一个等式 左边等于右边 然后呢 Q有嗎? Q有嗎? 你? 你感到多少? 站起來什麼都不管用過不知道 跟剛才的算法完全一樣 聽過? A就過了 剛剛跟你講過就一樣嘛 密度一樣,所以左邊等於右邊嘛 怎麼左邊質量除以體叫密度嘛 所以呢 左邊就是A的質量除A的體,叫A的密度 右邊就是B的質量除以B的體積 已經不知道S的B的密度怎麼一樣 哪一樣啊?幾個等式 後面就數學啊 後面就數學啊 不過這樣找小學術的老師啊 所以答案就是C啊 就是C 簡單小事情 好 好 這題也是代公式跟剛才完全一樣 我們的立體跟第一個練習是體積不知道遮住了 現在變成質量不知道遮住了 還是一樣啊 左邊等於右邊嘛 這個密度 這個密度等於那個密度嘛 代公式球嘛 代公式球嘛 簡單小事情 來 這位賽哥叫做二輪四 二輪四 二輪四 幾滴 二輪四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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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四 超 四 四 五 四 六 B的質量除體積等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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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的質量 B的質量怎樣就X嗎 然後小學就會做的數學啊 這樣說不會這個小學老師貴 這就是大家就選豬了 這就是所謂的一種類型 一種代公式球的類型 很簡單直接又運用D等於V分之間就把它解決掉 可以嗎?可以